98年数学MC卷第10条 quartetic equation 就说有条数叫做x-1乘x-3 就会等于x-3 就问我们的x答案是多少 这些当然就是 MC有MC做法 而convention有convention做法 其实可以拆开它 也可以按机 按机就用你的数据里面的answer键的配合 其实就不用计算 代数率就已经可以了 又或者现在我就讲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会看到左右两边都是x-3 那我们就会弱了 但是日校老师就会叫我们不要弱 就说你弱了 只剩下x-1 那就是x-2 只剩下一个答案 那就不对 因为我们不可以乱查 如果是quartetic equation 但是呢 原来我们不是不可以乱查 我们可以乱查 但是查完之后呢 那个查了的factor呢 是要决它等于0的 那就是x-3 所以答案就会有 x-2 和x-3 那就是e 那为什么我们查 完之后呢 要决它 查了的factor 要是0呢 就因为呢 其实这个factor是0的话呢 左边会是0 右边会是0 左等于右 那就是相等于satisfying equation 就是这样 所以答案就是e 可以就试图了 再继续 这里 相应的